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季的开播 虽然知道会有新的组合 新的嘉宾加入 但大家依旧期待情人生合体 一直到第二季即将收官 情人生终于如愿以偿的合体了 在第十季的舞台上 周深和李克勤再次相遇 当他们走到舞台中央 属于他们的舞美 他们的干兵纷纷上演 仿佛那一刻大家回到了第一季 还是熟悉的皮皮的周深 说的每句话都带着调皮和稿像 他和李克勤犹如是久别重逢老友 见了面又说不完的话 即使一年没见默契还在 每当周深要抛出一个梗的时候 李克勤总是能够第一时间接触 两人相处 他人感觉到舒服了 虽然他们只是助阵嘉宾 主角还是其他六个人 但很显然 大家的注意力早就集中在他们身上了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既然邀请到秦深深回来 自然就不会让他们白来 令人觉得遗憾的是 秦深深却只唱了一首歌 在我们的歌舞台之上 秦深深演唱的是爱情转移的粤语版 而实际上这首歌叫做《富士山下》 却因为各种原因 只能够叫做爱情转移粤语版了 改了名字却不影响他们的发挥 一年没见周深的粤语变得更好了 李克勤的声音一出来 还是瞬间抓住了大家的耳朵 和声部分也处理得十分到位 副歌部分合唱简直太唯美了 让人仿佛看到了雪花飘舞的样子 在冬天听这首歌 真的太有情 太有情了 都说千辛万苦请秦深深来 却只唱一首歌难免真的太可惜 可实际上在现场秦深唱的是两首歌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另一首歌被剪掉了 除了播出的这首爱情转移 另外一首歌是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 名为突如其来的爱情 按照千辛深习惯 他们不会唱国语版 反而会唱日语版 根据了解到的消息 两首歌都顺利完成了录制 在节目现场的观众里 也留言说 千辛深太让人意外了 但为什么到播出的时候 一首歌换了名字 另一首歌又被剪得不得而知呢 表面节目组是有更深的考量吧 千辛万苦等他们回来 到最后却只能听到一首歌 虽说能够看到他们已经很开心 但显然大家都不怎么满意 怎么说呢 也要他们多唱几首呀 实际到千辛深下次合作 会是什么时候呢 虽然在节目中 千辛只唱了两首歌 只播出了一首歌 但有消息称 千辛将会合体参加 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早在江苏卫视官宣阵容的时候 就已经确认了 李克勤将会出现在跨年晚会上 而在另一个官宣的阵容中 显然看到了朱深的身影 既然朱深和李克勤 都会出现在同一个晚会之上 主办方怎么可能会犯过 这么好的机会 不让两人合作呢 不过话说回来 朱深已经官宣了 加盟B站的跨年 如果还去江苏卫视跨年的话 不知道时间上能否来得及呢 总而言之 如果千辛深能够出现在 跨年晚会上的话 相信大家都会十分乐意看到的 其实对于很多粉丝来说呀 希望千辛深能够多多合作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千辛深能够开演唱会呀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蛋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 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